诶 这个兔女郎是谁呀 既然我不认识 那就让他有写不完的作业吧 这个兔女郎天天写作业 但是到了终点 为什么三哥把他轻轻抱抱举高高呀 有小可爱告诉我他是小谷 啊 既然他是小谷 为什么没有线花和掌声呀 让他做健身 说是对身体好 我偏不 我就让他天天打游戏 现在小谷越来越胖了 三哥见到他肯定会哭晕在厕所 什么 还让小谷多喝热水少喝奶茶 我偏不 我就让小谷喝奶茶 现在小谷妹妹已经成了一个大胖子了 三哥竟然还想让小谷妹妹多读书 我偏不 我就让小谷妹妹喝奶茶打游戏 到最后呢 让小谷妹妹选择自由 那么到达终点的时候 三哥真的会接受他吗 我的天哪 小谷妹妹怎么把三哥吓跑了 现在小谷妹妹有点追悔莫及 哎呀 三哥 差不多行了 你怎么还不停下来呢 三哥见到这么胖的小谷妹妹都不敢起来了 只剩下小谷 在三哥跟前痛哭 小谷失败了 那么这个梅花十三 就让他来到一个全是金币的地图吧 而且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身材 到了终点 三哥一定会把他轻轻抱抱举高高的 现在梅花十三的任务就是收集金币 我的天哪 这些金币全被他给收集走了 最后呢 让梅花十三选择家庭 哇塞 三哥竟然真的把他轻轻抱抱举高高了 好羡慕呀 哇 哈哈哈 Cinnamon